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对方还有机会 角球 看看他们会怎么利用这个机会啊 没有威胁球门的机会 挡住了射门 看看张瑞的处理 截二连三的防守 绝妙的处理啊 约纳安德颂 防守队员及时破坏了这次威胁 球铲出了边线 对方的界外球 得到一个界外球 防守队员把球铲断了 跑得太着急了 越位 抢断了对手的传球 这波传球啊 很有水平啊 这是一次前场断球 他们的高位比强收到了不错的成效啊 唐佳丽 很轻松地过掉了对手 门将直接把球没收了 洛尔福 阿斯拉尼 没拿住 但是也扑到了 跟低下铺就一对比 这个铺就简单多了 感觉他是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没错 现在就是看他个人的魅力了 刚刚我们还在分析进攻中展现出哪些技术特点 结果这马上对方就断球大反击了 有队友在附近接应 看看这个球要怎么打呢 这球该有了 还好挡住了这脚射门 双妹子往上拿球 球跑到对手脚下了 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裁判看到了这个犯规 但是没有终止比赛 机会来了 直接起脚了 这次来了一脚简单粗暴的远射 直接破门得分 这个球充分地说明了一件事情啊 有一个好的传球手进攻难度 就会大大降低 最后来了一脚精彩的推射 球在空中滑出一道美妙的弧线 直飞往握 比分现在变成了1比0 他能扳平比分吗 对方的领先要是还没误热呢 他们就立马扳平 在这个位置的球几乎都是逼近的 不过他的反应和预判也都非常出色 比分被扳平成了1比0 漂亮的滑产成功地抢到了球权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 门将慷慨地收下了这球 开始反准 击机会来了 反击都来了 防守队员还都不在位置上 圆娜安德松 这个抢断不是很成功 球出界了 他在边路一片开阔地 在办明照接外球 可苏瓦雷阿斯拉尼 赛格拿到球 真是一次救世主般的抢断 是时候发起反击了 本来是很有希望的一次反击 但是希望被他们自己掐灭了 这个拦截可以说非常漂亮了 可以说是直接破坏了对手的进球机会 裁判判给了他们一个任意球 球直接从横梁上方飞了出去 今天有好几次绝佳的机会 都被他们挥霍掉了 打到现在还是平局 也是没谁了 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他还在继续盘带 同时也在观察队友的走位 打门了 这球有了 被扳平之后再度取得领先 这个球啊 真的要夸赞进球的队员 很有自信 但另一方面对门将来说 没有封死进门中 就是他的责任了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黄珊珊 看看楼嘉惠的处理 球没控住 交到对手脚下了 对手留给他的选择啊 只有带球出界 云娜安德苏 斯蒂娜布拉克斯特纽斯 机会来了 阿斯拉尼 球朝着门将方向去了 上半场比赛结束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场上比分领先的是瑞典女足 船跑结合得很好 唐嘉丽 再办哨响中断的比赛 这一角直C 队友心领神会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这球有了 双方现在是平局 这比赛真的太有意思了 回方来了 看看这条球传得是非常漂亮 直接穿越防线 最后还修了一下脚法 推射将球打进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2 有队友在附近接应 看看这个球要怎么打呢 往双 这一角球啊 穿越了对手的防线 该取得领先了吧 这一球啊 防守队员及时出现 真是真是太及时了 要不然这球肯定进了 这还真不好说 如果碰到防守队员后 飞向球门 守门员可就完全来不及 做出动作了 对啊 机会来了 好球 他们现在再度比分领先了 这个进球很大一步 怎样归功于这角 极具穿透力的传球 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 最后打门选择了推射 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 目前双方的比分是3比2 莉娜胡底格 他们在对方的腹地寻找机会 把球铲除了边线 接外球 把球却拿了回来 中断了对手的进攻 他朝着球门 一往无前就去了 门家发挥很出色 这个飞扑啊 足以说明他的状态 他这个状态 对方想进球可就难了 落点在进区中央 这是传球失误了吗 机会没了 从头再来吧 索菲亚亚格布松 这是斯蒂娜 布莱克斯特纽斯 斩球很成功 对手已经大局压上 正好打反击啊 看看这次能不能转换为进球 一球的领先 只没有让他们满足 现在又打进球 拖大了比分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最后的这条推射更是漂亮 简直球场上弧线的艺术 目前的比分是4比2 目前比赛的常规时间 还剩下25分钟 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 这个球有机会啊 对手啊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刚才说这次进攻 可以成功 就被他们终结了 一次成功的解围 反击机会来了 反击都来了 防守队员还都不在位置上 看来身上的伤还是有影响的 教练也许要考虑换下他了 失误了 双妹子往上拿球 洛尔福 查识掉防线的身后 这个球传大了 王珊珊 这个位置可以直接威胁球门了 观众也在为他高声呐喊 漂亮 他成功带帽 而且可以拿到一个比赛用球 这是他本场比赛的第三个进球 没错 今天发挥非常非常出色 是 比赛呈现了一边倒的局面 丽娜 胡蒂格 教练该换人了 他还在带上比赛 阿斯拉尼 门家这次解决了问题啊 这最后一道防线非常稳健 九位出界 进攻方获得脚球 斯蒂娜 布莱克斯的纽斯 这样的射门 我觉得你射一整天 门将绝对都不会落掉一个 射门队员有些沮丧 他也该确实沮丧 确实 确实 球权要拿回来了 看来伤病对他还是有影响的 该下场休息了 板击的好机会 找准空档 及时突破 这个船中没有成功 球被防守队员拦截了 克斯瓦雅雷 阿斯拉尼 队友来支援进攻了 刚才还觉得他们的进攻很有机会 绝佳的机会啊 伤痛还是有影响啊 该让他下去休息了 他们抢断了对手的传球 比赛的常规时间还剩五分钟 球到了门将手中 这是斯蒂娜 布莱克斯的纽斯 这个球啊 不能怪他射得不好 只能怪这个门将扑得太好了 这个状态的门将是所有拳锋的恶梦 他们同时换上了两个替补队员 球还在危险区 这次进攻啊 没有起到效果 他们拦截了对手的传球 他身上有伤 教练可能要考虑换人了 直接把球朝防线的身后掉啊 绝佳的扑就啊 我都以为这球要顶尽了 没想到门将还能有这样的发挥 角球开出来 到了禁区中央 有机会 教练可以考虑换人了 他看起来还在为伤痛困扰啊 他一路向前盘带 这不能不进吧 又进了 现在领先四个球了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右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然后打门这一下面对门将直接选择了推射 角度拿捏的非常到位 全场比赛结束